大家好,我是第一美食的阿飞 今天分享一个青椒皮蛋的说法 酸辣可口入口爽滑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皮蛋四个 把外科不干净 剥的时候要把白色的膜一起剥掉 以免影响口感 然后把皮蛋清洗干净 切成均匀的小块 摆放在盘中备用 切的时候刀上沾一点清水 这样切出来的皮蛋 整齐不粘刀 接着我们准备配料 青红椒一小把 在清水中洗净以后老出 先切去辣椒地 再切成辣椒圈 青红椒用了配色比较好看 大蒜几粒用刀背拍散以后切出蒜末 生姜一小块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出姜末 把所有的配料搅拌均匀备用 锅内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油温升至七成热时起锅 把热油泼在准备好的配料中 热油能瞬间激发出配料的香拉味 接着在盆中加入食盐两克 味精一克 白糖扫去体鲜 生抽五克 陈醋五克 搅拌均匀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 均匀地淋在盘中即可 好了 这道简单易学的青椒皮蛋就做好了 感谢您观看第一美食 简单粗暴的美食视频 阿飞和您下期见